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他与男友许富翔暂时还未领证 还未登记就敢怀孕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35岁的他很确定现任男友就是生命中的真爱 许富翔是台湾地区的导演 拿过金钟奖 暂时在内地知名度不高 本人常这样 看来 汪吕成大发找男友果然只看才华 不看颜值 不知道宝宝以后会继承爸爸的单眼皮 还是妈妈的超宽双眼皮呢 原本王鹤帝沈院发流星花园 是由许富翔来指导 不过 在开拍后不久 他就被彩制屏换掉了 原因也和陈奕涵有关 两人最早的同矿照出现在去年 当时陈奕涵刚刚与前任发型师男友分手不到一个月 在陈奕涵家楼下 等候已久的记者 发现 拿着门假拍门的是许富翔 但是两人就被怀疑已经同聚 陈奕涵无空窗期换男友对谭梅来说一点也不新鲜 所以被拍到和许富翔同进同出 谭梅也没什么反应 因为他本人早就大当咧咧 承认过很爱谈恋爱 只要抓住一个还OK的对象就可以开谈 虽然恋爱过程中不劈腿 但陈奕涵与陈奕涵之间 几乎是无缝对接 总之 不要有空窗期就对了 圈中的前男友可以组成为一个篮球队 也是天厉害了 毕竟 陈奕涵的外形是偏可爱挂得萌卖 每天人气满满地去运动打卡 谁能想到他谈恋爱的技能完全是预解级别 不过呢 陈奕涵与发型是男友分分合 和好几年总是有矛盾 但与许富翔在一起后他就完全没有了组前男友足球队的想法 两人恋爱夜年一直很稳定 经常被拍到手拦手逛街 一路有说有笑 陈奕涵携带散了 许富翔立刻蹲地帮忙记好 许富翔在陈奕涵立任男友中颜值身材都不算顶尖 但真心是个温柔细致的人 只要两人同框 必然甜甜蜜蜜 包包也是情侣款 笑年轻 谈恋爱的既是感有慕有 游记得陈奕涵与发型是男友恋爱时 状态完全不同 两人曾吵架吵到翻天覆地 被愤怒的邻居投诉 如今看来 许富翔确实是那个队的人 谈过那么多场恋爱的陈奕涵 当然比任何人都明白什么样的男人 才适适合自己的真爱 今年的7月5日 陈奕涵被拍到与男友逛街看电影 依着宽松小富龙起 定情还是大素颜 男友全程护花很是紧张 当时就被怀疑是不是怀孕了 遵从花月前三个月不公开的传统 陈奕涵当即晒出了与家照否认 谁知道短短一个月过去 院士还是被许富翔的好友给爆料了出来 该有人还爆料陈奕涵 为此推掉了不少片约 认真在家养态 至于陈奕涵经纪员所说的最近休息不谋而合 间接坐实的怀孕传闻 如今一加一等于三 三十五岁的元气少女即将升级到吗 那就祝福他今后的路幸福美满吧 在后八卦微信号 宝贝尔喜欢记得分享 妈妈他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金山 DM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